没想到只是给渣男信你灭个火 就重生成了地金豪门千金 亲爸身处高位 亲妈手掌财团 爷爷更是地金的传奇 还惹得神秘大佬为他变身双镖怪 他叫夏小天 是位金牌操盘手 为了成为男友的左膀右笔 每天只睡一个小时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在他心中不过是个玩物 这一刻 他终于看清这渣男的薄情冷酷 只是不甘心自己多年的付出陪伴 竟比不过艳俗小四的风骚产妹 不过他夏小天也不是这么好人 直接拿起灭火器 响一声打开门 萧然 就你这个渣男也想收购我外公的公司 真以为我扶持你走到这个位置 就有了只手遮天的本事了 给渣男信你灭完火后 就直接丢了出去 然后潇洒地转身离开 萧然 你等着 我绝不会让你得逞 刚走到门外就接到外公出事的电话 他发疯一般冲向外公的公司 可等到他赶到的时候 一道身影就这么在他的面前坠落 他疯了一般要冲过去 却被失控的轿车撞到了路边 当他再次醒来 对眼前的一切都十分迷惑 身旁气质高雅的女人 为什么说自己是他的女儿 还有这里是哪 自己为什么会在这 突然医生开口说道 冷云奇 你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在这里签字就可以出院了 听到着他沉默了一瞬 难道自己重生到别人身上了 能住在地精医院VAP 还姓朗 难道是地精豪门那个嚣张跋扈的独生女 夏小天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变成了冷家千金 就在夏小天 莫不现在是冷云奇 懦默消化这些信息的时候 母亲又心疼地俯上他的脸颊 一边心酸女儿遭了大罪 一边又庆幸捡回了一条命 突然房门被扣下 一位眉目英俊孤高霸气的男人走了进来 这张熟悉极致的脸 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他强忍心中的怒火 没想到这么快就和这个渣男见面了 萧然一进门就各种关心讨好 别人不知道还真以为他有多情敦身种呢 不过是想通过和冷云奇联姻攀附冷家罢了 这要是哥以前 冷云奇定会信了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 可现在是下小天 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 妈 我一看到萧然哥哥 就会想起他女朋友出车祸的事 好可怜 文言萧然眼神凌厉地看着冷云奇 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冷云奇装作无辜的模样 自己偶然看手机新闻看到的 据说那个女孩被撞得面目全非 旁边还躺着他外公跳楼的尸体 真的好吓人 萧然一听整个人都慌了 抓着冷云奇的肩膀 快说是哪个平台 你什么时候看到的 冷云奇也故意装作被吓到的模样 嘴里还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是我不该提起萧然哥哥的伤心事 萧然慌忙抱歉是自己失态了 想着此时可不能和冷家交恶 房门再次被扣下 走进来竟是和萧然偷情的小四 萧然也顺势说公司有事要处理 就和小四离开了这里 可冷云奇知道 他们可不是要去处理公事 可刚刚自己那么一说 估计小四应该得偿不所愿了 见萧然年纪轻轻就这么努力工作 冷云忍不住戳了下 自家女儿的小脑袋挂 你看看人家 你再看看你 玩个水都能把自己玩到溺水 真是太不让人省心了 冷云奇正好趁机试探性地开口 那个妈妈 其实我想接手公司 因为她知道靠一人之力很难扳倒消逝 如果想给外公报仇 就必须借助外力 记忆中家人一直想让原主继承家业 只是原主不肯 果然冷云一听又惊又喜 可还是有些狐疑 比前你百般推托 今天怎么突然就改口了 冷云奇乖巧地回复道 我不想再让妈妈担心吗 让你出院就办一场宴会 然后把你正式介绍给商界的人物 不过你要先养好病 不要有任何压力 冷家和张家都会帮你铺一条康庄大道 既然萧然一直都以萧氏为傲 那自己就在她最擅长的领域将她彻底击溃 几天后 冷云奇就为冷云奇举办了场盛大的宴会 几乎全地精有头有脸的人物都硬邀出席了宴会 冷云奇穿着蓝色高定礼服缓缓从二楼而下 美丽中又不失优雅 直接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就在这世门外传来一阵喧嚣 乔也来了 只见一位长相极致的男人走了过来 那眉目内薄唇 直接让冷云奇不自觉的平住呼吸 自己这哪是康庄大道 简直是通天大道 一朝重生 成为地精顶级豪门独生女 只是过个生日就引得无数人羡慕到发狂 哥哥为奇送上浪漫的满天花糊 外公为奇送上全球限量版蓝博基尼 而爷爷直接将全世滔天的神秘大佬请来为奇撑腰 母亲也因为自己的一句想继承家宴 就在自己的生日宴将全地精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来 并隆重地宣布自己即将加入张氏集团 请各位同仁多多关照 话音刚落就引得一阵哗然 都觉得冷家和张家是不是疯了 竟让这个无脑的美人来继承家宴 就在这世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喧嚣 乔也来了 四个字直接识破天经 整个宴会的焦点全都转移到他的身上 男人淡漠平静的双眸却让人心生畏惧 不过光看这脸还真是天生有物 让冷云奇不由地惊叹出声 豪门世家之上的乔家家主乔雨墨 冷母忽然微笑着拍了拍他的后背 别紧张 乔少爷是你爷爷的旗友 由于你爷爷开会赶不回来 特意请来给你撑腰的 冷云奇便随着母亲一起上前迎接 冷母礼貌地表示 感谢乔爷拨戎前来参加小女的生日宴 乔爷神色舒朗地回了聚冷夫人客气了 接着递来一个精美的礼盒 祝冷小姐生日快乐 冷云奇则一脸从容地接过礼盒 朝她微微一笑 谢谢 也希望你今天可以玩得开心 见小丫头竟可以做到如此神色自若一态优雅 不禁让她产生那么一丢兴趣 而渣男见乔雨墨都露面为冷云奇庆生 想着这女人也不是一无是处吗 最起码这人脉是自己需要的 这实验会听悠扬的华尔兹响起 渣男见机会来了便主动走上前 云奇 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冷云奇心中只觉得嘲讽 你害死我外公 出轨秘书 现在又想来攀附冷家千金 这可都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冷云奇刚想伸出手 却直接被人截胡 来人正是全是滔天的乔野 冷云奇一头雾水 这人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冒出来打断自己的计划 乔野轻轻一个用力 冷云奇就被拉进怀中 不知冷小姐第一支舞和自己跳如何 冷云奇见到这张帅脸 哪还记得什么计划 那真是荣幸之志 反正这样也能恶心恶心那个渣男 于是红唇微挑的向萧少抱歉 乔野的邀约实在盛情难却 这一下让萧然成为了大家嘲笑的谈资 气得他脸色发黑的握紧拳头 随着俊男靓女步入舞池 所有人焦点再次落在他们的身上 天啊这冷云奇也太优雅了吧 难道以前的傻样都是装的 不过他出彩的舞姿 也引起了乔野的怀疑 冷老之所以嘱托我和你跳开场舞 是因为你跳得不好 可现在看来 你爷爷似乎不是很了解你啊 冷云奇听到这话心头一紧 慌乱中踩到了他的脚 他尴尬地表示抱歉 那个这是我为了今晚宴会特地学的 让乔野见笑了 乔野眼中的玩味却越来越深 觉得冷家的这个丫头越来越有趣 借着舞蹈的姿势在他耳边低语着 不过你好像对于我的妖舞并不惊讶 他心里担心得要命 生怕再跳下去自己就要穿帮了 这时音乐结束 冷云奇长舒一口气 这男人不仅长得惨绝人寰 连眼光也如此毒辣 似乎在不经意间一直在探听自己的虚实 一瞬间周围的人都围了上岸 这里一下就变成了全场最热闹的地方 然而乔野莫只是淡淡地说了句 大家似乎忘了 今天会场的主人是冷小姐 那一瞬间 冷云奇毫不意外地成为了全场最主目的焦点 就连冷云奇都不禁在心中感叹 难道这就是大佬的分量吗 随即就摆出东道主的气场 感谢大家今晚参加自己的派对 以前是自己贪婪不懂事 浪费了很多时间 以后学习经商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这一番话让周围的人感到惊讶 以前明明是个刁钻的小丫头 现在怎么感觉全身都发着光 而此时的萧然还气得牙痒痒 自己长这么大还没这么掉过面子 虽然一旁的公子哥不停安慰拍马屁 但他那么要面子的人肯定不会就此作罢 这不又看是给自己找不痛快来了 端着红酒杯就来到了冷云奇的面前 零奇妹妹不知道可否赏脸 周围人直接投来惊讶的目光 这萧绍是和冷云奇杠上了 男人本是全是滔天高傲英俊的神秘大佬 却突然现身在一个小丫头的生日夜 还好巧不巧的被小丫头看上 殊不知男人早就对他动了心思 就在刚刚 渣男端着红酒杯来到冷云奇的面前 云奇妹妹不知道可否赏脸 冷云奇知道这个人没头脑 但没想到这么没头脑 明知道自己大病出狱 还当众给自己敬酒 看来刚刚被刺激的不轻呀 既然你自己想找不痛快 那我岂能不满足你的强烈要求 瞬间白莲花上身 茶言茶语的说道 萧然哥哥找我有事 萧然谋中都是不满 怎么 连我敬的酒都不肯喝 早就极度到发狂的那些世家小姐 终于带到机会咆哮 纷纷指责冷云奇 有了桥叶撑腰尾巴都撬到天上去了 近一点都不给萧上面子 冷云奇微笑着接过酒杯 当然不是了 接着故意提高声量 只是一声叮嘱我大病出狱 不适合饮酒 不就是道德绑架吗 谁不会呢 萧然直接经在原地 只得干大的说着是自己考虑不周 她很疑惑只是落个水 冷云奇怎么变化就这么大 以前还天天念着给自己当女朋友 难道是那天下小天的事 于是便主动提起车祸的事 说是两家小媒体 为了博眼球写的花边新闻 还特意强调自己是没有女友的 冷云奇心里冷喝一声 自己上辈子真是瞎了眼了 既然你喜欢妆 那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绿茶的鼻祖 那个萧然哥哥你不要伪装了 我早就听说过你和夏姐姐的爱情故事 大家都知道你很爱她 像萧然哥哥这样的男人 夏姐姐的去世肯定会大受打击吧 请你一定要节哀啊 说完顿时引得周围人的怯怯思语 萧然的脸色彻底沉了下去 目光深深地盯着她 表情冷得吓人 她最烦别人在她面前提下小天 可偏偏冷云奇的话 她一个字还反驳不了 只能假笑两声表示自己有事就黑脸离开了 如果这女人不是冷家千金 自己一定亲手送她去西天取经 冷云奇看她一副吃香的模样 心中别提有多舒坦 不过自己当初是哪只眼睛不好 竟看上这个欺软怕硬的家伙 当时真该去给自己佩服好眼镜 这时耳边传来你以前想当萧然的女朋友呀 听后冷云奇想都没想的回答道 嗨 谁年少无知没喜欢过几个渣男 一扭头就对上乔少那双优伸男侧的双眸 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 完蛋了 嗨过头了 而乔叶嘴角却勾起一母微笑 那以前视力不行 现在恢复了 冷云奇直接踩虹屁吹起来 那是 正所谓人比人气死人 再看到乔叶那一刻 我的视力直接进阶2.0 谁知乔叶眉梢轻轻一条 所以你的意思是看上我了 冷云奇惊得眼珠子都瞪大了一圈 慌忙摆着小手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听我辩解啊 冷云奇都要疯了 夏小天 你刚在胡说什么 谁来救救我呀 这不救他的老妈来了 关键时刻还是老妈靠谱 云奇快来切蛋糕许愿了 既然救星来了 那当然是毫不犹豫地向乔叶告辞了 冷云奇来到闪闪发光的蛋糕前 烛光映得那张脸蛋更加白嫩娇艳 闭双通透的眼神流光溢彩 仿佛下一秒眼底的开心就要溢出 而乔叶对他也生出一母好奇 毕场生日宴而已 就能这么让他高兴 冷老这孙女似乎和传闻中不太一样 晚上宴会结束后 冷云奇洗完香香后 四氧八叉地往床上一趟 真是太舒服了 接着就开始了屏幕前你的睡前活动 玩手机 刷着刷着就看到今天的热搜榜 竟然是一对素人神仙CP 他很是好奇 毕竟每天登上热搜的不是某某小花 就是某某笑话 可当他点开后就直接傻眼了 就问你这画面眼不眼熟 对就是你自己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巧语 神秘大佬只是参加个生日宴 就被说成被包养的小白脸 殊不知小白脸只要动动手指 就能让他家的骨飘绿的发慌 冷姐刚准备休息 就看到班级群里骑罗珊的阴阳怪气 不是喜欢萧然吗 这么突然换了的人 也不知道从哪里包的 原来是塑料姐妹花来找茶 就你这点倒横也赶出来作妖 冷姐毫不客气的三连机 看你长得不行 没想到脑子也不行 说人家是小狼狗 比其家上下加一起的身价 都够不到人家一根小拇指 还有不懂就问 谁说我喜欢萧然 笑死 你怎么什么都行 齐罗珊被气得差点脑充血 手机一摔就喊着要冷姐好看 不过这人也不是完全没脑子 还知道要确认那个男的身份 万一真是他们其家惹不起的大人物吗 只是没想到全家都上阵 愣是没一个认出是谁 这不第二天一早 冷姐才刚刚睡醒 班级群里就炸开了锅 齐罗珊不仅在群里说冷姐装逼上瘾 还发为指责他抱养小白脸 看到评论区里对自己的网报 冷姐却笑了 就他们齐家的咖位 估计都没见过乔爷的真容 竟然公开说乔爷是小白脸 看来齐家离梁梁不远了 另一边 乔爷助理前来汇报 搞事情的人是齐家继承人 就是屡次想和我们合作 又屡次被拒得的那个齐家 乔爷压根对齐家没印象 只觉得老子没本事 女儿脑子也有问题 看来蠢都是一脉相承的 既然齐家这么闲 那就让他们彻底闲下去吧 但是这条素人CP的照片我很满意 暂时不用公关处理 于是三分钟后 拿着手机围观冷姐 被网爆的齐罗珊笑不出来了 齐家股市瞬间绿的发慌 突然齐父满脸暴怒的推开门 齐罗珊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说着就抄起巴掌 要教训不孝你 直到齐妈赶来 才停下手中的动作 接着齐父脸色铁青的拿出手机 你看 齐师要凉了 你知道你昨天说的 那位小白脸是谁吗 我用尽所有关系才打听到 他可是乔家家主乔宇墨 他的一根手指头都能捏死我们 你看看你都说了什么 齐罗珊早就被吓猛了 一直摇着头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齐妈健壮也知道大事不妙 快 别愣着了 全家一起去道歉 此时冷姐和母亲正在吃早饭 管家走来传达齐家三口灯门道歉 冷夫人不解 出什么事了 冷姐掏出手机 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冷夫人顿时怒了 冷姐安慰母亲 不要为这种人生气 气坏了身体不值得 我自己可以处理好的 随后齐家三口 在管家的陪同下来到冷宅 走进豪华的宅邸 齐罗珊才意识到 他们家和冷家简直是云腻之别 齐家三口在前厅等了一个多小时 直到冷姐用餐完毕 三人才战战兢兢的来到会客厅 见到冷姐的那一刻 齐罗珊傻眼了 这才一周不见 她的气质怎么变得这么不同 只见冷姐从容的坐在主座 齐叔叔齐阿姨 这么早前来有事 齐夫人慌忙压着齐罗珊的头 昨晚罗珊喝多了在网上乱说话 齐罗珊是我嘴欠胡说八道 请你原谅我吧 冷姐从容的放下咖啡 阿姨 我和齐罗珊是同学 自然不会故意针对 但你说的她昨晚喝多了乱说话 可今早她还在同学群里 骂我装逼有瘾 齐罗珊心头一颤 齐父见没了办法 杨齐守就要当场教训这个惹是金 冷云齐只觉得好笑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整苦肉计这一套 这时冷夫人换好衣服下楼 齐先生 怎么一大早跑来我家教训女儿 别以为你女儿做了什么我不知道 既然你女儿这么看不上我们云齐 也不必强压着道歉 毕竟这样做一点意义都没有 地旁的管家立马心领神会 伸出手就要送客 齐罗珊这一刻真的怕了 大喊着对不起冷云齐 我就是嫉妒你 再加上受人挑唆 对了 我是受人挑唆 都是肖然那个秘书 是他诱导我我才瞎说的 如果你不信 我可以带你去肖氏和他当场对质 冷姐听到小四眼神异冷 自己没去找小四算长 他倒先蹦搭起来了 曾经的亲密姐妹 转眼就为了女人大打出手 你这个阴险粉毛 竟然敢算计本宝 小粉毛被打猛逼 闭脸的不可思议 接着继续嘴硬 这些都是误会 齐罗珊指着粉毛 你还敢问我原因 明明故意挑衅 粉毛听了一惊 已经猜到来意 但还厚着脸皮 假装可怜兮兮 说自己真的委屈 冷小姐和我们董事长两家是世家 自然关系匪浅 冷姐看着一脸梨花带雨的小粉毛 再看看一点都不会遮掩的齐罗珊 很明显绿茶的段位更高一筹 这时听到动静的萧然走了进来 见自己的小秘书哭得那叫一个惨 心疼的那叫不行 打狗还要看主人 大白天的你就来我消失撒野 我倒想问问是为什么 齐罗珊看着面无表情的萧然 窃窃的说了句 我们是来对峙的 昨晚他故意在我面前 造谣你和冷云齐的关系 说你俩你们俩 忽然他像是明白了什么 如果自己复述了小粉毛的话 相当于在众怒魁魁下 你敢说出来 冷姐只是冷笑一声 就这点水准 算计齐罗珊还行 摆在我面前未免太不够看 果然关键时刻还得看冷姐 萧然哥哥 昨天我和妈妈送巧少离开被路人拍到 还意外上了热搜 当时你这位秘书正好和齐小姐在酒吧 然后就说了一些关于我们之前的事 接着脸色一沉 我很想知道 他一个秘书 以什么身份 在外面对我们的私事指手画脚 果然萧然下一秒就怒视着小粉毛 小粉毛这回彻底慌了 哭着就向冷姐道歉 冷小姐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只是当齐小姐是朋友 就私下随口说了 是我不该忘记职业操守 但我真的没想到齐小姐会拿这件事在网上炒作 冷姐都懒得看她一眼 装作对职场规则不懂的说道 萧然哥哥 一般员工不受职业操守要怎么处理啊 小粉毛意识到完了 冷云奇要对自己赶尽杀绝 萧然早就被冷姐拿捏得死死了 知道萧然爱面子 即便想包庇她的小秘书 也不敢再众目睽睽下作 那个孙燕 你自己一挥到人事部报道 薪资待遇下调20% 并且今天的是全集团通报批评 此刻小粉毛气炸了 但也只能狠掐自己的双手 全公司通报批评 那自己以后还怎么在公司待 齐罗珊见状幸灾乐祸起来 哈哈哈哈 贱人 你最有应得 下一秒自己就被萧然命人给扔了出去 这边冷姐刚回到家 冷母便迫不及待地拉住她 讨论刚刚发生的事情 看到网上的舆论已经扭转 冷母也为她感到开心 这时冷姐突然想到 应该去向乔爷道个歉 因为自己连累到她被偷拍 于是便问冷母要来了乔爷的联系方式 拨通了乔爷的手机 很快电话那头传来了 乔爷富有雌性的声音 喂 冷姐急忙说明身份和来意 同一时刻 乔爷正在会议室开会 当听到电话那头是冷姐后 不禁露出一个蠢蜜的笑容 像是很高兴他们之间又有了联系 然后暂停了会议 来到了会议室外 乔爷坏坏地开口道 这样道歉的话差了些诚意 另一边冷姐听了 试探地发起了约饭申请 爸总见自己的目的达成 急忙答应 电话挂断 冷姐出了一身冷汗 或许这就是来自大佬的压迫力 这样想着 微信弹出了一条好友申请 来自爸总 此时冷姐满眼都是小星星 心中雀跃着 他真是出去了 居然加了大佬的微信 那就看看大佬的朋友圈是什么样的 点开朋友圈 冷姐一愣 置顶的竟然是和自己的合照 顶级豪门的团宠千金 惹得神秘大佬对他一见倾心 他随口一说的约饭申请 就让大佬暂停了十几亿的会议 挂断电话的冷姐两眼冒着星星 只因手机弹出了大佬加倍的申请 自己真是有出息 竟然成为了大佬的好友 既然如此 那就看看大佬的朋友圈 和我们这些小卡乐迷有什么不一样 下一秒冷姐就小路乱撞 只因为一条的朋友圈 竟是和自己的合照 冷姐开始各种歪歪 哎呀 都怪自己长得太天生励志 就连大佬都逃脱不了解的美色 大佬该不会对自己 就在冷姐还在大白天做梦的时候 乔爷发来了饭店定位的信息 冷姐急忙发了张憨太可居的表情包 知道了大佬 不一会儿 冷姐来到了约定的餐厅 跟着服务员的指引 来到了乔爷的面前 面对大佬冷姐还稍稍有些紧张 那个乔爷 热搜的是很抱歉 乔爷一脸平静 你有什么好道歉的 冷姐直接疑惑 这男人怎么回事 刚还嫌他道歉没诚意来着 现在自己又没错了 乔爷见冷姐诧异的表情 不是齐家主动挑衅的 而且照片也是路人随手拍的 不过那张照片拍的不错 我还转发了朋友圈 听到这 冷姐躁热的心凉了半截 原来是随手转发的 自己真是想多了 果然大白天容易做梦 这时乔爷主动邀请冷姐去参观他的公司 怕冷姐拒绝还特意强调 你不是准备继承家业 冷姐当然愿意 整个帝国之巅的乔氏 他怎么会没有兴趣 两人刚走进乔氏 就引起不小的骚动 妈呀 总裁身边的是谁 你不知道吗 今早还和总裁一起上热搜来 这个女生真人也太好看了 这是什么神仙颜值呀 这光明正大的窃窃私语 整得冷姐都害羞了 姐妹们 你们的耳语还能在大声点吗 刚走到乔总的办公室门口 就迎上了前来送文件的罗靖 罗靖直接愣了 所以老板搁了那么多高层 就为了出去见冷小姐 乔爷看了看手表 表示已经一点了 下午的集团会议不能拖延 那个罗靖 你带云琪到处逛逛 逛累了就到我办公室休息一会 冷姐愣了一下 但还是听话的点了点头 罗靖也是一脑袋疑问 明明自己上午还在好好开会 就一顿饭的功夫 自己的工作咋就变了 那个冷小姐你想从哪参观 商业运营部吧 不知道可否方便 罗靖再一次愕然 商业运营部 这位冷小姐看样是真的想进军商界 不是随口说说完的 毕竟商业运营部最不设计核心 却可以直接学习借鉴应用于各行各业 接下来罗靖一边带着冷姐参观 一边介绍部门的运营情况 冷姐的理解能力和跳跃思维 简直一次次的让她大开眼界 这递精的人难道都是瞎子吗 竟然说这人是个脑袋空空的木头美人 冷姐参观完她感兴趣的部门后 就来到乔爷办公室休息 想着刚刚中午吃饭也是乔宇莫请的 现在又参观了她的公司 自己这一口气欠了她两个人情 想着想着一股困意写来 等乔爷回到办公室 不禁眼前一亮 俨然一副睡美人图 从不进女色的神秘大佬 竟主动让美女睡在她的身旁 好极有一眼就懂得她的意思 张口就喊着嫂子 就在刚刚 乔爷忙完工作回来后 冷姐已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乔爷怕冷姐这样靠着不舒服 便小心翼翼的将她放平 为她盖上毛毯 这时王谦急匆匆的跑来 乔爷 听说你今天带了个女的 话音刚落他人就傻了 他看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 乔爷竟然守着冷云起 睡觉 我不会再做梦吧 看乔爷那冷厉的眼神 自己不会被她暗杀灭口吧 而听到动静的冷姐缓缓睁开眼睛 看着身上盖着的宝毯一脸茫然 直到听到乔爷的声音 醒了 冷姐才意识到自己这是睡着了吗 还是在大佬的面前 这真是太射死了吧 小脸一下就红了起来 不好意思哈 我一下子睡着了 冷姐尴尬的想人地消失 而身后的吃瓜群众却乐了 感受到身后那炽热的眼神 冷姐不自然地回过头 请问你是 你好你好 我叫王谦 乔爷的远方亲戚 王谦先是对着冷姐彩虹屁夸起来 接着就是作为好基友的自觉 竖起大拇指就嫂子嫂子地喊着 听到嫂子冷姐急忙摆着小手 别别乱说 我我不顺 王谦一副我懂的表情 拍着胸膛保证绝不乱说 冷姐无语 这人怕不是个傻子 转而向乔爷投去求助的目光 殊不知这个称号乔爷满意的 不过媳妇还没追到手 暂时还要装一装 甲壳两声转移话题 你今天来有事吗 原来是听说乔爷回来 圈里的公子哥们打算为乔爷接风洗尘 王谦十分有眼力见地表示 今晚聚餐嫂子 啊不 冷小姐也一起去吧 想到这毕竟是大佬们的私下聚餐 冷姐刚准备摆手拒绝 乔爷却在这个时候出声 那就一起去吧 还为自己找了个好借口 你不是准备接手家里的公司吗 去多认识些人对你以后有帮助 冷姐仔细想的确实是个绝佳的好机会 能和乔与莫有私交的 肯定个个身份不凡 但这接二连三的欠人家人情怪不好意思 不过债多不压身 再多一个也不多 以后慢慢还 好那我就跟去蹭个光 见媳妇已经成功留下 乔爷这才站起身要继续去忙公事 等自己开完会再一起过去 还有云琪你要是觉得无聊 那边有书架和电脑 听到这 再啥也能看出乔爷的心思 于是王谦主动接话 你放心 我一定把嫂子照顾好 等乔爷走后 冷姐在乔爷办公室来去自如画面 就出现在桂圈公子的群聊中 群里的大老门立刻炸了 这不是和乔哥上热搜的那个 乔哥还转发朋友圈了 本以为他是被盗号了 难不成是在官宣 看着群里吃惊的哥几个 王谦很满意自己扔出的炸弹效果 他下意识地抬头偷瞄着冷姐 见冷姐拿着本自己看不懂的书 顿时对他的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 不过你为什么那么想不开 要自己接管公司 冷姐陷入沉思 自己虽然重生成豪门千金 但自己和萧然有很多账要算 从前的夏小天没资格 但现在的冷云期可以 等我握有资本 一定让萧氏付出代价 王谦见冷姐愣神 晃晃大手喊着嫂子 冷姐这才回过神开口道 就是觉得自己赚钱更有成就感 王谦立马咔咔咔几张照片甩在群里 小爷我震惊了 冷云期长得好脑子好 还有想法 到底是谁在瞎传 他是木头美人 会议结束的乔爷回到办公室 就看到王谦在那左拍拍右拍拍 而冷姐则专注的在看书 乔爷直接黑着脸走到王谦的身边 你在干什么呢 明明是个不学无数的草包美人 却天生是个对数字敏感的天才 就连商界精英们都被他秒成渣渣 有很多宝子们找不到在哪看 喜欢小说的宝子们听好了 首先你要有一个这个 对对就是这个 输入冷姐好好宠就会出现哦 要是想看漫画的 首先你要有个这个 同样输入冷姐好好宠 在王谦对着冷姐疯狂偷拍的时候 乔爷黑着脸出现在他的身后 你在干什么 怕一声手机掉落 王谦吓破了膽 完了完了 乔哥不会把他当做隔壁老王了吧 大型真吃汗偷拍狂抓包现场 见冷姐也走了过来 奥利奥王谦慌忙的摆着小手 我我真没做什么 就回复下兄弟们什么时候过去 乔哥 我绝对没有基于嫂子 我可以发四的 呜呜 好疼 我的小蛇蛇 乔爷一副看傻子的眼神 算了 我还是先换衣服 待会我们就过去吧 说着松了松自己的领带 好巧不巧的被冷姐看到 冷姐一脸花痴样 哇 这微微滚动了侯姐 你又在歪歪什么 快醒醒这可是大白天 回过神的冷姐娇羞转过神 大佬平时冷淡金贵 领带一摘竟然这么古 弱小的王谦再次默默吃瓜 这俩绝对有事 三人坐上车后 乔爷主动询问冷姐早上去消失的事 知道是萧然的秘书在导鬼后表示疑惑 宴会上你不是说渣男想回头 为什么还让他的秘书招人 冷姐满脸的嫌弃 回头 不止没门连窗户都没有 乔爷放心的看向冷姐 那你有事记得和我说 冷姐也乖巧的点点头 八卦王金呼吃了个大瓜 原来有这么多人想敲乔哥的墙角 呸呸呸 就萧然 自己可不是 三人来到会所后 王谦看他们在玩乔牌 就主动问冷姐要不要玩 冷姐感到疑惑 为什么不拉乔野 我和这些世家公子都不熟 王谦静看明白冷姐眼底的意思 便一脸心疼的来到乔爷身后 我乔哥昨天没睡 今天又开了一天的会 钢铁侠也不能这么早 你就当心疼下乔哥替他上场 冷姐闻言有些愧疚 原来大佬这么忙 自己还占用了他的午休时间 他思索片刻便点头答应了 坐下后 冷姐侧头轻声问道 你一般赢多少分 乔爷唇角微微一条 声音略带着玩味 这么确定平时都是我赢 冷姐对他就是这么信任 你要是输就不是乔宇墨了 乔爷盯着冷姐 觉得这小丫头越来越有趣 明明才认识两天 可他却对自己 有种毫无道理的了解 别放水 赢到他们求饶为止 冷姐淡定的回了声号 这让一旁的放若唐很惊讶 老乔可从不让别人替他上座 看来这位冷小姐很不一样 单纯的王谦又来了 表示乔牌很复杂 玩不好很正常 我们不会赶尽杀绝的 下一秒就看到冷姐 哈哈哈哈 我赢了 我又赢了 对不起还是我 王谦这时脸啪啪作响 哭唧唧的喊着 知道重生前 冷姐可是金牌操盘手 天生对数字敏感 绝非常人可比 聚会结束后 乔爷送冷姐回家的路上 说自己有些好奇 冷姐装作听不懂的样子 什么 乔爷突然眼神深沉的看向冷姐 小狐狸 除了计牌和心算你还会什么 别装傻 冷姐紧张的收回视线 难道他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